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但会影响中美之间的经济社会 以及其他的方方面面 而且还会影响全球的贸易投资等各个方面 中美两国人口占这个世界的23% 经济总量占全球的40% 出口占全球的五分之一 地外投资和吸收外资占全球的30% 所以我刚刚讲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 各方关注担忧这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建交以来 商边的经贸关系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数据 2016年中美商边的户物贸易达到了5196亿美元 和我们建交的时候是1979年增长了207倍 商边的服务贸易已经超过了1100亿美元 商项的投资累计已经超过了1700亿美元 可以说中美关系已经形成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融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我想 许多美国的朋友西方的朋友都认为中国离不开美国 我说他们说对了一半 同样的美国也离不开中国 我这里也有一组数据 这个美国出口的26%的波音飞机 56%的大豆 16%的汽车 15%的集成电路 它的目的地是中国 而且我们有一个统计数 最近十年 美国出口中国 它的速度要比中国出口美国的速度快得多 具体讲 美国出口中国这个十年当中 年均增长 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一 而中国呢 比它 少得多 大概只有百分之五点六 我想 我想 讲这一段很重要的是 中美之间 对彼此 都非常重要 这个总书记呀 在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的时候强调 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贸易战 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可以说 贸易战 有百害 二无一利 中美商方呢 都应当 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 加强合作 管控分歧 要发挥好 经贸合作 在两国关系当中的压倉石和推进器的作用 刚才你还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美国新任的商务部长 罗斯先生 我在他就任的第一时间 就发挥了贺信 我也期待着 和他见面 我想我们一定会有 会见面的时间 我注意到 罗斯先生呢 曾经是一位 优秀的起义家 是一个谈判的高手 可以说 他很优秀 我愿意 和优秀的人 打交道 因为优秀的人 善于 从长远 和战略 上去思考问题 我和罗斯先生啊 是美国和中国 分辟是美国和中国的商务部长 我们共同的任务是 加强合作 管控分歧 实现两国经贸关系 健康 稳定 可持续发展 谢谢 谢谢